有調查發現 50至75歲的男士裡面 每六個人有一個 就有機會是前列腺指數以上 據統計 全港大約有20萬人有前列腺問題 而當中大約超過3萬人 有患前列腺癌的風險 而前列腺癌 就是本港男士上見男性的第三位 所以絕對不容忽視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請來 香港備尿腫瘤科學會 吳宇軒醫生跟我們談談這個話題 歡迎你 吳醫生 吳醫生 請坐… 男士也要很關注 確定是 他們幫你老婆 緊張, 虎仔今天 也要了解 首先我想問一下 什麼叫前列腺和前列腺癌呢 前列腺是男性獨有的 生殖系統的器官 它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在膀胱的下面 它是一個分泌的腺體 它會分泌一些前列腺液出來 混合精子, 就成為精液 當年幾月大的時間 因為這些細胞可能會串一些異常 如果異常的生長 可能會變成一個前列腺癌 有沒有說哪一類的男士是高逸一族呢 前列腺癌跟年紀有關的 如果是五十歲以上的男士 特別是一些有家族病史的病人 又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 或者不健康的生活習慣 例如是吃煙、少做運動 又或者是一些吃得太多油膩的食物 等等這些都是一些高的因素 剛才有說過 就是前列腺癌 本港常見男士的癌症是第三位 是不是真的越來越普遍呢 這個癌症 是的, 的確來說 它是香港男性十大癌症的第三位 如果根據醫管局的數字來說 每年新症都有接近三千中華以上 也看到最近也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個症狀 為什麼呢 這可能是因為 大家對於這個病人越來越多認識 所以變成更多的人 會去檢驗這個癌症 所以我們可能會發現病症的數目 也會更加多 那可否說回前列腺癌 它有什麼徵兆呢 其實症狀早期可以不太明顯 它可能跟一些普通良性的前列腺增生 可能差不多 例如是滴滴仔 那個尿速可能會減慢 或者覺得小便有困難的情況 當前列腺癌如果更加有一個進展 或者它真的擴散到其他地方的時間 就可能會有更加嚴重的一些症狀 例如入到骨頭的時間 可能會有骨痛 可能影響到血管的時間 會有流血的情況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一些不尋常的症狀 都是盡快看醫生更加好的 既然早期的症狀也不太明顯的話 其實患者還會遇到其他什麼問題呢 我們剛才也提到前列腺癌 這四個字 前列腺癌 我們分開前列腺和癌症 這兩個字其實對於病人來說 都是一個負擔 首先前列腺 剛才說到是一個生殖系統的器官 這個器官來說 當然很多男性都很緊張 對於這件事來說 我覺得是一些面子的問題 如果假設真的有這些情況 他們都未必真的很快去找醫生去做一個監測 另外癌症這個字其實更加大家都很害怕 紋癌色變都是很常見的一個情況 所以都看到很多的病人去到很後期才會找醫生去做一個監測 我們都留意得到香港的情況 比起歐美的狀況 又更加多的病人在晚期的情況才發現到病 也要說一句 如果是晚期的情況才發現的話 其實五年的存活率 比起一個早期的癌症, 相差很遠 所以盡快去找醫生監測 是更加好的做法 其實醫生如何去確診前列腺癌 當一個病人有症狀的時間 去找醫生看的時間 醫生就會去根據你的病歷 以及根據你本身的年紀 或者有沒有家族的病史 去初步判定你患上前列腺癌的風險 如果覺得有初步的一個擔心的話 就可能會安排一些初期的檢查 例如一個血液的測試 我們稱為PSA 或者是叫前列腺癌抗炎的指數 這個指數我們抽血 就可以看得到濃度 另外醫生也可以做一個肛門的指探 透過手指在肛門那裡 去檢查前列腺的地方 去看看前列腺的表面 會不會有凹凸 或者有些硬碎的情況 如果這兩個檢查 都看到有些異常的話 就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例如我們需要做一些抽針的檢查 抽針的檢查就是在前列腺上膏 拿一些組織出來 在顯微鏡上膏 去看清楚有沒有癌細胞 這就是最確實 可以診斷前列腺癌的一個做法 當然醫生也會想看看 前列腺癌症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器官 這些就可能涉及到一些素描的檢查 例如磁力共振 電腦素描這些都可以幫到醫生做個診斷 醫生, 我想問你, 講解這些檢查 或者譬如前列腺癌的篩選檢查 作為男士, 應該是從什麼年齡 開始就要接受做呢? 我信不信我開始要做還是要做 如果前列腺癌, 當然跟年紀有關 假設真的五十歲或以上 開始出現剛才所說的症狀 即是我不用住 是嗎? 特別是如果有家族的病史 或者自己也有吃飲飲酒 一些不健康的生活習慣 也可能需要多加留意 醫生也會根據這個情況去看看 有沒有需要做初步PSA檢查 去看你的風險 萬一PSA的結果出現是異常的話 那是否真的要做心理準備 可能有機會患癌? 這條問題也有很多人問 因為PSA是一個很常見 也很容易抽得到的血液 PSA的正常水平是四 如果四或是以上 其實代表是一個異常的數字 數字越高 代表你患上前列腺癌的風險 有機會更加高 當然, 其實PSA受到很多東西可以影響 例如假設有前列腺發炎 又或者是最近插過療癌 又或者是很簡單 如果你在抽血之前 曾經有性行為或是小時候 這些都會影響到PSA的濃度 所以剛才也說到 PSA只是一個初期的診斷 如果假設真的… 那個數字是異常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再做進一步 一些更加深入的檢查 那有沒有一些 關於前列腺癌篩查的數據 相關數據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學會其實之前做過一些研究 發現也有十幾個百分比的病人 其實也會看到PSA有些異常 如果根據這樣推選的話 可能真的有甚至乎幾萬人 可能會有一個前列腺癌的風險 所以真的不能夠忽視一下這個病 說一說治療方案 如果真的不幸運, 有前列腺癌 那要怎樣治療方式怎樣做呢 醫生也會根據病人本身的年紀 病歷和病情的情況 來決定有甚麼治療方案 如果假設腫瘤 還未擴散到其他地方 即是一個比較早期的情況 其實也有幾個選擇 例如是一個監察式的等待 又或者進取一點 我們可以用一個手術 或者是一個電腦 加減一個荷爾蒙治療的方式 來看看會不會做到一個清除 如果你說假設是一個比較晚期的情況 也就是腫瘤已經擴散出去的時候 那這個就未必是一個 能夠完全清除得到的情況 醫生大部分的狀況 第一線的治療都是用一些荷爾蒙的治療 減低男性的荷爾蒙 也可以有效幫忙減低前列腺癌的生長 即是代表如果早期治療的話 是否代表可以根治呢 的確我們看到其實前列腺癌的軟境 前列腺癌的軟境其實也不錯 假設一個早期的情況 透過電療加減一個荷爾蒙藥物 或者是一個手術的方式 我們也看到十年的存活率 可以有些病人去到八九成 這是一個挺鼓舞的數字 但如果已經去到晚期 甚至乎或者已經擴散了 那會不會是很不樂觀的 的確是晚期腫瘤 在醫學界上高而言 定義上高就不是一個 能夠完全清除得到的腫瘤 但現在科技也一新月異 有很多治療可以幫助 令病人的情況更加有改善 例如剛才提到一個荷爾蒙的治療之外 可以額外加上化療、電療 或者一些新一代的口服荷爾蒙受體抑制劑 這些治療可以更加有助 阻止得到男性荷爾蒙吸入細胞 令腫瘤的生長可以進一步減慢 所以現在也看得到 就算是一個晚期腫瘤 其實很多病人都可以有 挺好的生活質素 甚至乎可以有壽命上的增長 醫生, 有些男士 可能接受前線癌的過程中 他們會擔心性功能的問題 如果接受治療過程 第一, 會不會令性功能沒有了 又或者可能到痊癌時 有沒有機會復原呢 男士可能都會有點擔心 性功能都是很多男性會擔心的東西 也是治療上高 不能夠忽視的副作用 例如剛才提到手術 手術的時間 可能會切到旁邊的神經線 也可能會影響到撥起功能 電療本身的電療劑量 也可能會碰到陰莖的根部 這個根部的影響 也可能令撥起的硬度 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剛才也提到一個荷爾蒙的治療 荷爾蒙治療來說 也是減低男性的荷爾蒙 而男性荷爾蒙 其實也是一個性功能 很重要的一個荷爾蒙 所以在治療上高 或多或少 其實對性功能可能會有些影響 但當然來說 現在也有很多的做法 可以幫忙令到性功能有改善 例如一些藥物的治療 或者是一些儀器 也鼓勵大家坦誠和醫生 商量有什麼治療的方案 可以去做 對男士來說 如何預防前列腺癌發生的機會 我們建議病人可以有健康的生活 如果是吃煙的朋友 我們也會建議你戒煙 假設也可以做多些運動 也可以吃得健康一點, 均衡一點 這也會幫助減低前列腺癌的 有一個幻想的機會 另外我想問, 如果有些男士 譬如有時常常睡覺 半夜會起床, 去很多廁所 其實這件事是否一個… 可能是症狀 雖然你剛才說 前列腺癌沒有任何的徵兆 初期 但如果有些男士 真的常常晚上去廁所 那是否也要留意一下 的確是, 剛才提到滴滴仔 或者是晚上頻密的小便 都是前列腺癌有機會出現的症狀 當然, 良性的狀況 也可以同樣有這個症狀 但最重要是盡快找醫生檢查 好, 今天謝謝吳醫生的詳盡講解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請教你們的醫生 又或者專業的相關人士